是精细的有声语言艺术,普及而高雅,是人类思绪之向往,精神之表达,是万物有灵的语言,也是众生向善的歌谣。 他将声音注入文字,寄予文字灵动的闪光,他跨越了时间与历史,让苍古誓言,现世梦想,都融进千年的华美乐章。 每当松赖的歌谣响起之时,黎明破晓的微光,又再次被点亮。 他承载坚如磐石的意志,即使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但人民与英雄的性命,在时间的打磨中,清久不衰,亦亦闪光。 朗语,寄托着家国天下之私,父母养育之恩,高山流水之情,儿女情长之念,也能让我们纵礼天地,超越时空,与洪如握手,与先贤交杯。 朗语,他跨越古今中外,把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他让我们即使迥于苟且与稚固,也能心怀诗和远方。 我爱朗诵,我爱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我们来了。 我爱朗诵,我爱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我们来了。 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朗诵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艺术,他寄托着群星的灿烂,与人类的美好。 第五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期待你的加入。 轻轻地我将你拖起,像风儿吹过你的发际。 从我出生开始,就在你的怀里,心里,深深的。 我一直在设想疫情过后的计划,从热门计划,一起到棉物计划。 我仿佛窥见窗海西林,县修学,门波动无万里,船的景象。 免以食为天,说到吃啊,咱们整夜三餐都离不开它。 筷子,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走在唏嘘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 由加拿大法文学校联合总会协伴的第五届全球法语朗诵大赛,加拿大比赛完美地落下了帷幕。 作为组织者,我仅代表主委会,向打建这个优质平台的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和蒙腾利尔总领事馆表示衷心感谢。 向赞助单位,参赛单位,支持单位,支持媒体和所有的义工们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十位专业评委的尽心尽责。 感谢家长们的大力支持和一路陪伴。 我想对孩子们说,是你们的精彩表现,是你们用最动听的声音,现世界展示了华语学者的自信风采。 也是你们用最优美的语言,展现了中文神韵之美和中华民主自费丰富。 新火先传,传存底蕴,一番净土数周长。 华校总会,秉承信念,一路远寒普华章。 祝第五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圆满成功。 祝贺第五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加拿大赛区决赛圆满成功。 我们来听听加拿大赛区的选手们,用自己的声音来展示华夏文化的传承。 全球华语朗诵大赛的舞台,让身在加拿大的华语青少年们, 在比赛中,充分地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真切地感悟到中华民族坚韧自强的精神。 希望移居加拿大的华语子女们,都能够尽情享受中文的美。 与诗词相伴,堂历史长河。 祝第五届全国华语朗诵大赛圆满成功。 朗诵让中文更美,朗诵让自己更美。 祝贺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越办越好。 朗诵驾桥贯通东西,母国母语海外生根。 少学华语,受益终生。 东西滋养,世界公民。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部雄浑壮美的交响乐, 那么中文诗篇的诵读则使这个交响乐有了温度。 诵读是对中华文字语言的深度理解, 是对祖籍国文化爱的升华。 我们中心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少年, 能够更标准,更自信,更骄傲地说出我们的母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特意为大赛发来贺词。 翻开中华史册,溯源而上。 古老优美的文字承载着最丰厚的民族文化记忆。 我们用语言表达着,朗诵着中华经典。 我们用语言演绎着,诠释着中华文明。 让中文的声韵之美带你领略中华智慧,东方异域。 书香颜勉文脉,朗读润泽心灵。 朗朗之声读不尽民族风韵的美轮美奂。 昆昆之音,诵不完中文之声的悠扬横强。 诗有四季,月有春秋。 2022第五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 倾听加拿大数百位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生情传送。 展现中文风潮,诉说血脉之炼。 走向远方 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 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 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 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 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 我们学着承受痛苦, 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 把眼泪都筑藏在成功的那一天流, 那一天哪怕流他个大海汪洋。 我们学着对待物济, 学着把生活的苦酒当成饮料一样慢慢品尝。 无论生命经过多少委屈和艰辛, 我们总是以一个朝气蓬勃的面孔 醒来在每一个早上。 我们学着对待流言, 学着从容而冷静地面对世事沧桑。 促然灵芝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这便是我们的大用, 我们的修养。 我们学着执政朝夕, 人生苦短, 道路漫长, 我们走向并珍爱每一处风光。 我们不停地走着, 不停地走着的我们也成了一处风光。 走向远方, 从少年到青年, 从青年到老年, 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 羊妈妈要出门买东西, 她对小羊们说, 孩子们要乖乖地待在家里哦, 外面有一只可怕的大月狼,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能开门哦, 好, 我们不会开门。 小羊们大声地回答, 想去沈阳, 我们卧那里的空气, 想去北京看山国旗, 想去上海坐紫山福列车, 我们住的宾馆那里的机器是要服务不远的。 孙悟空打妖怪, 唐僧骑马东那个东, 后面跟着个孙悟空, 孙悟空跑得快, 后面跟着个猪八戒。 看小羊们不准小, 不准小, 不准小, 一晚风雨升 太阳回家了 热量回家了 风儿风儿还在刮 它在找妈妈 问过小树问过小花 妈妈妈妈你在哪 复节后上月第一天 回来那天大雪 芬芬 小鸟 飘飘 傻傻 要我们哭棚话哦 春眠不知晓 处处问起鸟 夜来风雨伤 花落之夜 祖国 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 破旧的老水城 数百年来 放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 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碎洞里 多行无所 我是赶别的稻碎 是失修的陆基 是鱼潭上的搏船 把琴绳 深深累进 离得见了 祖国 我是贫困 我是贝难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 希望啊 是飞亭秀间千百年来 威露到地面的花朵 祖国啊 我是你促心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珠王里挣脱 我是你学备下 古莲的培养 小时候 我常复在窗口时想 山的那边 会是什么呢 妈妈跟我说过 海 哦 山的那边是海吗 于是 怀着一张隐秘的想望 有一天 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 我却几乎 是苦福着回来了 在山的那边 依然是山 山那边的山啊 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 我却几乎 打了一个铃粉 妈妈 那个海呢 在山的那边 是海 是用信念 成海 今天呢 我竟没想到 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 却在我的心中 扎下了深根 听听 秋的声音 大树抖抖手臂 很久很久以前 在森林里 星星总是在夜里发光 如果我会飞翔 点起脚尖 走进浓烈的小院 很久很久以前 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呢 高层年轻 悲白的发 总之 不管哪一种 勇气就是勇气 小西西地在空中摇摆 松色的小马 叫它巧克力 复活节号 超随的第一天 太阳回家了 月亮回家了 慈母 手中现 天地苍苍 乾坤茫茫 跨过灰蓝色的大海 我觉得我心里有颗 中国的种子 在慢慢地发芽 我常常打开窗子 向远方看去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 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每一次想起祖国这两个字 滔滔的洪水 掀没了农田 孩子们 你们已经长大了 可以离开家 独自是活了 兔子对乌龟说 叫你这速度 慢吞吞的 洪水给百姓 带了无数的灾难 写给妈妈 是奇妙的缘分 我成了您的孩子 您做了我的妈 从我出生开始 就在你的怀里 幸福 深深地出现 我哭了 笑都让您实时惦记 我冷了 暖了 都让您尝尝 情味 但我第一次学会喊鸭 幸福的笑在您的脸颊 妈妈 在您的辛苦 在您的辛苦 在您的厉害 什么都不怕 如果 有人问我 怎样赞给妈妈 我告诉你 再多的词语 也无法表达 我只说一句 我爱你 妈妈 朗诵 朗诵 是一场语言文字的旅行 朗朗中文 在年龄年的深夜间 略不风景 在流动的生命中 青天 冲华之旅 朗诵 是一场语言文字的旅行 那些被吟诵的篇章 那些被讲述的故事 化作冲击 翻山越野 走向远方 世界 听我说 在宋渠的旅行中 让我们随风 成长 我是一只小鸟 飞向在您 蔚蓝的天空 竹桃美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催 这个跑车是用箱子做的 要还吧 又好玩 白云娃娃在天上飘呀飘 悄悄的她笑着走来 到处身中离睡处 非常大 我们必须开车 进入动物的领地 她从小就表现出音乐天才 长大 长大以后 她非常刻苦 一只乌鸦从这里经过 也找不到一滴水 老长长内外 围雨茫茫 小蚂蚁爬呀爬 大树太高上不去 月亮光去 尼亚扎拉布非常壮观 徐阳天头夜送客 风夜笛花秋色色 什么弯弯亭江边 月亮弯弯挂江边 天门中断除江开 小蚂蚁妈妈 准备了降落伞 把她送给自己的娃娃 水下个不停 已经下了好几天 小眼就像阴晴吊 一不小心摔倒了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起鸟 乌鸦探经机身有一个瓶子 所以呢 你们千万别给陌生人开门 一片片叶子 从树上落下来 半只春秋半只冬夏 我们正在长大 绚羊伯伯 地里的白菜 丰收了 如果我到了你们的话 我一定要丰满 如果别的小朋友叫这个名字 我是一定会笑疯掉的 恐恶恼的中国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叫黄河 望尝尝内外 为 芒芒芒 我已日时初时去圆祭 而日中时圆野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最带是美丽的故事 7年前梦下的傍晚 在大洋彼岸加拿大 我出生了 我眼中的加拿大 是银树花开的冰雪王国 神秘的蓝山啊 神秘的蓝山啊 是头戴银罐 雪之女王 目光透过湿山不浮的窗 我仿佛归见窗寒鞋 冰雪岭千秋雪 门火洞五万里船的景象 冬季的安大略湖盘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不见鱼儿水中逐游 我鸟儿临间嬉闹 唯有一壶笼罩大地的白景 与天地风雪寥寥相应 千山鸟飞绝 万尽人踪灭 不可否登上那些孤舟 与索利老翁共吊寒江雪 四月的加拿大 振持万木萌芽的新鸣 春雨绵绵如烟如死 用它最温柔的声音 唤醒大地的生命 不然回首 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如夜 全无戏无声 这场春雨 会不会就是千年前 下在杜甫心中的那一场雨呢 它是否穿梭千年 从盛堂一直下到今日 夏日年年的尼亚加拿大瀑布 是印第安与雷神之水 用不舍昼燕的庞陀怒吼 启示雄壮浑厚的自然力量 你用瀑布我思索着 若是十心里白笔下的庐山瀑布 会给我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启示呢 飞逃之下三剑翅 一世银河落九天 它会告诉我来自天上的秘密呢 东旭春来平一国每一个境界 感受诗人心尽情怀 湖泊山川借它向每一个角落 想象祖国如画江山 烏黑的童人时常告诉我 自然成长在美丽加拿大 我永远来自华夏那一杯黄土 祖国的语言是最优美的语言 中华儿女是我引以为傲的头衔 一锦绊住了我回国的脚步 就让思念的情更加浓重了 一束花开两地方 明月何时照我还 大到天下暗康时 我要回家看看 有仙者明 再走一步 又留下一个 学习手背 守不守心 上上下下 怎么做药药 我要是一只小鸟 就从海面上飞到水上 北国风光 千里边风 万里水飘 读书不绝 吹一声 我怕长大后 要去读书 我从天上了 飞了一百多年口渴了 后面跟着个双悟空 向他 唱这颗鸟走来了 上山训 走向地 四景训 金堂六七座 帮九十千花 伯母方桃 一见天 乖导宝 儿子妈妈讲故事咯 天来了 夜来了 嘎嘎 妈妈飞回家 妈妈是大沙 我是一棵小树 在三个钟前 一对雪白的天鹅 亲身一间完皮 伊德公说我是秋天 春天的第一只蝴蝶 小丑说春天是绿色的 年月和浅浅 一世年年间 初初鬼天鸟 饿了都只剩鲜花盐 晚上啊月亮又全又亮 无论我走在哪里 都只剩一首整个 一世年夜间 一世年夜都 前面去东 后面去 左边去 有一种语言 他很神秘 他蕴含着一个民族 上下几千年 悲喜交加的情感 有一种语言 他很古老 古老到那刻在骨头上的文字里 都找不到他的起源 有一种语言 他很丰富 阴阳赏去中 回荡着慷慨激昂 倾诉着温外缠绵 这便是中国画 一个古老的东方神画 透过历史的眼眸 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远眺 昨天 有多少话下而略 用血和泪 不写出一篇篇爱过时照 能够撞怀激烈 和弃吞善和 今天 我们新时代的中华少年 得学习和送读 用他 来唤起我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明天 我们传承 发扬 以为我们中华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 吉亿此篇 献给每一位中华少年 少年 走国书 唐诗里的长安 没有哪一座城市 可以像长安一样 千百年来 在诗歌词符里 每千百万次的吟唱 唯有长安 只有长安 长安的山 长安的水 长安是无情 长安的霸气 和长安的厚重 都被写进了唐诗送词 深入了相见的孕育中 读读了唐诗 我们就熟悉了长安 熟悉了长安 我们就熟悉了长安 我们就熟悉了长安的山山水水 春花秋月 我们就熟悉了长安 我们就熟悉了长安 有着繁华盛世的气泊 有着景色主流的风采 新爱的老狼 您好 这是我第一次给您写信 挺激动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您了 妈妈只有一个 地球只有一个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巨人 他家有一个大花园 有一天巨人出门门了 第一篇我和妈妈 妈妈是一阵风 我就是一朵云 从前呢 有一个懒汉 他一身的力气 但是特别懒 什么活动都不想干 他每天直想着金子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游到海不富贵 也许我是被妈妈处坏的孩子 我任性 刚刚下过一场雨 太阳公公还来不及把云收回去 我有一个好伙伴 他就是我的玩具独角兽 我的玩具独角兽 是用一种很软的步做的 沿着开花的土地 春天吹着口哨 从柳树上摘一片嫩叶 君不见高堂的卑白发 朝不清思木成雪 巡洋江头夜送客 枫叶地花秋色色 主人下马客在船 举酒欲饮 古管弦 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 大大的脑袋 黑灰色的身子 摔着长长的尾巴 有一种语言 它很神秘 它蕴含着一个民族 上下几千年 悲喜交加的情感 妈妈是棵大树 我是树上小鸟 每天在妈妈身边 快活的又蹦又跳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神物 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 有的长 有的圆 有的硬 你知道吗 数字可以很大 大到宇宙浩瀚不尽头 当我们开始讲述平淡的生活 会忽然展现出一道光 去感知 去改变 去和无数的心灵邂逅 和世界 和万物 和更好的自己 不期而遇 世界 听我说 世界 听我说 在诵读的旅途中 任何平凡都将 重现 光彩 来 动物王国要开大会 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 狗熊用喇叭大声喊 大家注意 动物王国要开大会 请你们都参加 一言说过了十遍 篁 胡犊本来了 未 fifteen 狗熊说 你说一百遍 但会也看不起来 最近 为什么 狗熊 64 因为你没告诉大家 他会在什么时候看 是今天 还是明天 上午 还是下午 几点钟看 过去的一天 伸个伸个小灯 做个鬼脸 超过的时机球妈妈 丰富的回望 这里是地球妈妈 漂亮的外套 你说是地球妈妈 拧亮的眼睛 身体是地球妈妈 弯弯的一梦 地球妈妈 是一位取爱的妈妈 他让我们在摇篮里 读书写进一终天长 传说摇篮的一人公里 注军对了我 看下的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他也就知道我快乐和安老 换了时我的生活 越变越美好 安老就是地球妈妈 越变越操纵 我想做一个笑声的孩子 让地球妈妈越来年轻 让地球妈妈开始闻晓了 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 我从不中醒来 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 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 啊 妈妈的爱 是天亮的风 有一个很凉 很凉的雨天 妈妈到处笑接我 一把伞 遮住我的头顶 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 啊 妈妈的爱 是这里的伞 有一回我病了 妈妈帮我去医院 握着我很烫 很烫的额头 从前有个小女孩 和她的妈妈 住在大森林的登上 她总是带着外婆女孩 做个红帽子 所以大家都叫她 小红帽 有一天 妈妈对小红帽说 你的外婆生病了 你带着烤饼和水果 去看望她 千万不要在陌生蛋糕了 又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小红帽一口答应了 但是她很快就忘记了妈妈的叮嘱 她在三里屋里 一会儿追蝴蝶 一会儿采花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有一只恶 坏狼的大坏狼 这么盯着她呢 我喜欢夏天的雨水 出气不意地从天而降 成为草原那片绿色的最小拼图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朱家的公子哥们把麦老的喊净了洞门 坐在长条的懒凳上 不慌不忙地喝闹 从一条条开始融秋花和太阳花的小路上 长大后她跟我爸爸生了我姐姐 我妈妈因为想给我姐姐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 中国有句俗话叫明以时为天 祝国感谢您 感谢您基于我优美的环境 东林结石 一贯沧海 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吹醒的样子 一只只只足往前推过来 仰天长笑 转怀激烈 四而日夜长 所时甚至之 微风拂絮 续日临窗 一夜之间 我们的生活按下了正经间 被名有余 其名围困 自理堂来 世人圣爱牟丹 课堂前几人 师父于其上 主语作文已记之 是什么让她如此好又如此糟糕呢 我们先来说说她的好处吧 大河上下 论诗涛涛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晴天 天地悬黄 宇宙洪荒 欢乐趣 离别苦 旧宗更由吃而鱼 那是谁 又藏在何处呢 神话对海树 此日对长秋 东方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捧一朵烂花送给你 从妈妈带小熊到河边去捉鱼 当我们掌握了一种新的语言的时候 这可碰大果 不过从而的 天和地紧紧地挨在一起 盘古之双脚站在大地上 三月桃花水 是什么声音 像一串小铃铛 轻轻地走过村边 是什么光芒 像一匹民洁的丝绸 映照着蓝天 啊 河流醒来了 三月桃花水 舞动着绚丽的朝霞向前流啊 有一千朵桃花 点点洒在河面 有一万个小酒窝 在水中回旋 三月的桃花水 是春天的树芹 那忽大忽小的水声 迎合着拖拉机的影响 那纤细的地狱 是在和刚刚从雪被里 伸出头来的麦苗 谈心 这位小姐姐 我想对你说 我认识一位小姐姐 好几年了 我出生时才认识她 我几岁 我们就认识几年了 这位小姐姐 今天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 我知道你想诚诚地睡一觉 可是我的肚子饿了 你撑着眼皮 你去慢慢喂我 我太小了 害怕一个人睡 我就喜欢让你抱着 一圈一圈地走来走去 我才能安心入睡 这位小姐姐 对不起 我拉臭臭了 屁股凉乎乎 太难受 我大手口 猴帮子找到一个大西瓜 可是怎么吃呢 这个猴啊 从来都没吃过西瓜 忽然 忽然 他想到一个妙计 于是他把所有的红 突然召集起来 他轻了轻嗓子 今天我拿到一个大西瓜 吃鱼吃西瓜的吃法呢 我当然 当然是知道的 不过我要考验一下大火的社会 看看谁能说出这西瓜的吃法呢 如果说对了 我可以多少人态话 如果说错了 我更要惩罚他 大火 你跟跟我 我跟跟你 可是 谁都没吃过西瓜 我要展开 祖先纺织的丝绸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绣上 我的母语 我的祖国 凝静的夏日午后 也对母子坐在后院的长椅上 忽然 一只麻雀飞过 明元前262年 秦军进凡 赵王派老将 绵坡率兵的抵抗 加拿大华侨华人 中国留学生等 先后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募金活动 积极策措援助物资 解同胞燃眉之急 从前 在一个小山村里 组着一位聪明的小女孩 她个子非常的小 就像个玩具娃娃 大家都叫她 小荷兰莎 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我爱春天 她赶走了冬天的严寒 把温暖带给了大地 从前世界上有一个最吵闹的地方 叫乔里扶床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这一双宝石般黑色的眼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否有人伴着你 惦记我的指声下唯一 轻轻地我将你拖起 让风儿吹过你的发脊肤 回到湘天那片片枫叶上 浓浓地找红了秋蚁 是否有人在想你 飘落下来的都是我自己 你走了 我来了 撒些小伙子来纪念 那是纯真的年代 你睡着呢 我却时常醒来 落笔写了你的名字 那是我们的友谊 也许是我们的憧憬 也许是我们的情感 也许是我们的脚步 也许是我们的追求 书海浩渺 深情并茂 世界听我说 阅读引诵 是最珍贵的时光 如果为之神笔 我会用它划出世界上最先进的防护衣 交给折斗仔 抗击病毒一线的人们 他们会更好地保护自己 如果为之神笔 我会用它划出五彩八卦的神奇口罩 交给每一个人 让他们戴上它就能避免病毒的传染 春天到了 天气暖和了 快点出来吧 小牙包 别只露出个小桃 树皮外面多美 快点出来吧 小牙包 她也会给你穿上绿衣 春风会送给你咸甜的露滴 穷子太太住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 她开了一家面包房 每天天还没亮 穷子太太就起来烤面包了 穷子太太养了一只猫 名叫摩哥 她被穷子太太取得还要好 当穷子太太取得的时候 摩哥已经把老鼠都赶出了面包房 月季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去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孔青楼日 妈妈的一碗汤 要多少颜料才能把银杏长黄 要多少青春才能奔向梦想 要多少羽毛才能有一双翅膀 要多少滋养 天空飘着一双翅膀 水里游来一惊鸭 鸭是五彩鸭 鸭是麻花鸭 麻花鸭游进五彩 五彩虾 五彩虾 绑中麻花鸭 这是我所有的骄傲和热爱 唐卫萍 当吴歌奏响 我姓红旗在我眼前徐徐升起 我周身热血奔拥 心潮澎湃 这是中国的声音 这是中华大地 周济蓬勃的风采 美无风光 雪花飞舞 处处隐壮 蓝江画卷 充裕盎然 避暑蓝天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宝石般黑色的眼睛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 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 太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阳光明媚的这一天 小马来到小河边 河顿岸的青草好茂盛 香味飘啊飘啊 叫人铲 游逼的青草飞到美 我现在就过河尝尝先 小马刚要把河锅 不听树上有人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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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小马 别犯傻 你看这流水哗哗 鸡吞吞 小马抬头向上望 原来是小松鼠大生吃啊 鸡吞吞吞吞吞 鸡吞吞吞吞吞吞吞 鸡吞吞吞吞吞吞吞 不然他想出一条妙子 于是就把所有的活都召集起来了 对大家说 今天我找到一个大西瓜 这个西瓜的吃法嘛 我是全知道的 如果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智慧 看你们是能说出西瓜的吃法 要是说对了 我可以都赏了一份 要是说错了 那我搞出了 太阳出了照色帮 他的好处不寻常 小兔送给他一面镜子 是一张窄窄的船箱 爸爸开车下眼帮 应该让他睡好觉 你是你家 贤语之苦 屋外有没有好看的风景 所以他们打算把房子卖了 用不见高堂明镜背白发 到如今深入春雪 春神把春天带来了 暖和的风吹进来了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头发还能长长呢 哼能长多长 你看白眼飘在高高的蓝天上 明天一定是一个晴天 梁上有霜烟 翩翩雄语 amente 翘翘虫 翘身穹的翘熊蛙 木桶提环瑶 他手里拿着一只长矛大声叫闷 他看到很多人在山下干活 对酒当歌 人生紫和 蝴蝶花间捉迷惨 天地循环 宇宙红山 有一条鱼 生活在一片海域里 它每天就是不停地游来游去 一天 有一只迷途的飞鸟 飞过这片海域的山坡 它很疲倦 低下头 寻找海中的一片陆地 水里的鱼 觉得水里的光线变得有些混乱 就抬头望向天空 这样 跟鱼和鸟的视线交织到一起 孤独的鱼和迷途的飞鸟 每分钟 空气流 清清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骄傲 我是中国人 小白兔和小灰兔都够来帮忙 红娘每天都喜欢跟树白耍 今天我们是幼楞的小树 宇宙红是一种爱的胸襟 从冬天避雨 在春天单身 脂肪上淡淡的幽香 真想上太阳 长一对翅膀 在灿茫的大海上 狂风卷积着乌云 我轻轻的招数 作片西天的云彩 树林里有一个小吃藏 这里是动物们聚会的地方 也有人说 童年像一本有趣的书 于是决心用他的一条腿 跑步胃癌症的研究 动物们从长长的睡梦中醒来 爸爸说 幸福是能睡懒着 两棵高大的梧桐树 挺立在宽阔的前操场上 春天到 春风吹 花开操掌 蝴蝶飞 长大是从盘山学步到盏子高飞 有一天看田里种田 看见了一只兔子 一打开 就在白纸上跳蹦 成全有只孔雀 很美丽 小猪到田里埋了一个最大的西瓜 田里的河苗 亦非有了阳公共日了 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这间环保的小屋子 奔向田野 去寻找春天 一群群美丽的丹顶鹤唱着寥亮的歌儿 无论多牢固的东西 我的毛都能刺穿 谁都比不过它 春年不觉晓 处处闻七鸟 我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 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路 不同的经历 四季轮转 万物生息 也许山川异域更似日月同天 清朗生韵如踏青书叶间 风发夜气更是游走于思想之灵 世界听我说 同一种语言 万千种声调 诉说过往 描绘当下 看到未来 您好 春天 一天之际 在于晨 一年之际 在于春 春天的太阳 那么大 那么红 那么圆 它一出来 世界变亮了 万物苏醒了 大地热闹了 春天来了 小草钻出了地皮 小树叶吐出了尖尖的嫩芽 小鱼儿眨巴着小眼睛 在水里嬉戏 我也冲出了家门 对着天空说 你好 春天 今天有明媚的阳光 轻轻的 我走了 等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流 是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燕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情形 游游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羽音下的一坛 不是金泉 是天上红 融碎在浮澡间 沉添着彩虹式的梦 寻梦 撑一只长高 向青草更清楚慢速 打不起的狐狸爸爸 山谷里有三个大农场 农场主都是卑鄙龌龌的家伙 村里的人都很怼恨他们 而他们最恨的是一只狐狸 一个是个狐狸爸爸 他和他太太 还有四个小狐狸 住在小山上 一颗大树子一样的洞里 每天晚上 狐狸先生到第一个农场去捉鸡 就是到第二个农场去搏捉鸭 或者到第三个农场去带火鸡 总是满载而归 天 愣极了 下着雪 又要黑了 在这大年夜里 一个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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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她不敢回家 因为她没有卖一根火柴 小女孩在墙角里坐下来 她的小手几乎冻僵了 哪怕一根火柴 对她也是有好处的 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典兵 剧书十二卷 卷卷又也名 如果没有李白 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过千年前就少了个文学家 全唐诗会变薄一点点 但程度相当有限 梦想是灯 照亮前行的路 在这美好幸福的日子里 在这美丽崭新的校园里 让我们放飞自己的希望 四点公公家里吵吵闹闹 吵个不停的是标点符号 看他们的眼睛瞪得多大 从前有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一个老人说 吃梨对牙齿有好处 但是吃多了又会伤害皮 吃藻对皮有好处 我躺在这春天的小山上 白云变成我的翅膀 一只小鸟在我前面飞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做别 西天的群才 我女和所思 我女和所意 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意 昨夜千斤前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 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神双辉画 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 阿爷无大儿 不然无掌羞 愿为山马 从此铁正 疫情过后 从2020年3月11日 过海华出现第一例新冠病例 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我一直在设想疫情过后的计划 从越南计划 变成了年度计划 从短期目标 变成了长远目标 疫情过后 我想让妈妈 带我去Downtail 看看车水马龙 在路边 看那些下班的人 一路狂奔 骑不上公交车 在417上 看那些堵车的人 一路威促行驶 那是好久没有看到过的 糟心的快乐 疫情过后 我想去学校上学 那里可以看到 屏幕外的老师合成学 再多了 天天在家网课 被妈妈捡住 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疫情过后 我想去看看我的朋友们 我的朋友Ryan 居然养了一只小狗 我靠在窗口 经常看着他尿狗 听说小狗 不会当爸爸了 那我 还是一名小学生 疫情过后 我想去有花 有草 有树的地方走走 我不怕花粉过敏 不怕 我就是想在大江面前 躺躺正正的有个鼻涕 莫名正大的打个喷嚏 疫情过后 我想大摇大摆的走上街 不戴口罩 哪里人多就是哪儿 从街头直到巷尾 这钱怎么没发现 原来在Costco站座位 大口喝口饿 大口吃了狗 看着旁边的人群 挤在一起 排队买单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 疫情过后 我想去标签 看着军箱 如果赶不上 军箱节 我想要去看那 物业博物馆旁边的櫻花 看不到櫻花 就去喊水草 事在旅行 总得要让自己 看到枫叶 千万不能熬熬看冰镖 疫情很快就会过去 没有多少时间 都跟我想了 我得你赶紧计划好 那些我想住的事情 没有一个冬天 无法明映 没有一个冬天 不会到来 谢谢大家 人生有一首诗 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 往往并没有读懂它 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 它却早已远去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 青春 青春是那么美好 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 我们拥有无一无二的记忆 不管它是迷茫的 一年四季的幸福 来 让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听好了 幸福是围绕着我们的 你只要静下心来 就能观察到那无处不见的幸福 幸福是可以被闻到的 品尝到的 听到的 幸福是春天的花香 随着天气暖起来了 世界的生命也活跃起来了 盼望着盼望着 冬风来了 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星星然张开了眼 山朗润起来了 水长起来了 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绿绿的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 皮肠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马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 通信 告诉他们 我的幸福 皮尾老师好 吃了吧您呢 呦 您瞧瞧 咱们这问候鱼 可套着个大道理 您以食为天 说到吃啊 咱们这一日三餐 都离不开它 筷子 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妈妈说这双筷子 是她婚礼那天和红枣花生桂圆 一起放在婚床上的吉祥布 寓意早生桂子 这不第二年我就出生了 这难道不是末法棒吗 我对筷子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翻阅了好多资料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摇顺时代 洪水泛滥成灾 大雨受命治理大水 她发誓要为民除患 日日夜夜和凶水恶浪搏斗 整分多秒废寝忘食 甚至三国家门而不入 为了节省时间 就在夜外封餐露宿 把猎物煮一煮就当做一餐 肉在沸水中翻滚 因为太烫不能用手抓 大雨又不愿花时间等待食物冷却 耽搁了行程 就随手折下两根树枝 把肉夹出来吃 随从们看后 纷纷效仿并流传开来 这就是筷子的雏形 史料记载 中国商贷就出现了象牙柱 青铜柱 算起来筷子已经有了 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别看只说小筷子 它的文化可谓博大精深 你来看 这筷子一头方一头圆 代表了天圆地方 这是古人对世界的朴素认知 而手持筷子时 手指分为上中下三组 代表了天地人融合互动 这是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筷子成双成对 一副两根 形式简单 但它有加结扎挑拌的功能 一上一下一动一径 代表了一阴一阳包容和谐 符合了简朴而奥妙的中国传统哲学 筷子的尺寸是七寸六分 符合了人世间的七情六欲 人们世世代代家家日日餐餐都用它 可不是见证了无数喜怒哀乐的世间百态 如果筷子会说话 一定是世事动明 人情练达的生活哲学家 筷子除了帮我们享用美食 还有一身的才艺呢 可以盘头发 带花膜 点线按摩和刮纱 还可以用来跳筷子舞呢 您说它可爱不可爱 筷子不管是金玉象牙的 还是圆木竹枝的 都宠辱不惊地尽着自己的本分 穿过岁月 在千家万户的饭桌上 陪伴着华夏儿女 它不仅是东方文明的符号 也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和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 这正是小筷子大学问 谢谢大家 我又有祖国 我又有母语 我的母语是热血一般的黄河的波条 我的母语是群星一般的祖先的名字 我的母语是春残口中吐出的丝绸古道 我的母语是春鸟式家里跳动的民歌中国 我的母语是丁香凝结的羽象 我的母语是澳血绽放的红梅 我的母语是浓的 化不开的 香丑 我的母语是滑开天幕的雷电 奏向黎明的号角 我的母语是一种链接 我的母语是一种文明 我的母语是一种财富 我的母语是一种骄傲 我有祖国 我有母语 我的母语是小学课本里的看读书 我的母语是尔时渡满月光的摇篮 我的母语是祖国版图最南端 曾母暗杀的情岛 我的母语是珠穆朗玛地球最高 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我的母语是遨游太空发出的问号 我的母语是奥运升级造响的国歌 我的母语是每天新闻联播的准确时间 我的母语是每次放飞白鸽的 我的共和国的生日 我的母语是一种血缘 我的母语是一种凝聚 我的母语是一种标识 我的母语是一种精神 我爱母语 我爱母语 我爱祖国 我的母语是奥运升级造的 我的母语是一种标识 我的母语是一种标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